在新美式板桥有一间超人气的创意铁板烧 在这里可以吃到鲍鱼、波士顿龙虾等等高级食材 但走的却是平价路线 被老套们誉为CP值很高 尤其每一道餐点从料理手法到摆盘都十分精致 前菜的松露鹅干鱼籽酱蒸蛋是用蛋壳来盛装 小巧精致充满着法式风情 而海鲜跟牛肉更是注重食材的新鲜与原味 主厨范凯成曾经在高级铁板烧工作多年 还一度被对岸挖脚 月薪十万元起跳 后来因为财务问题 他背负着庞大的债务回到台湾 打算东山再起 没有想到又遇上瓦斯气暴意外 历经重重关卡 如今他很珍惜现有的一切 也希望能把高级铁板烧 以合理的方式让更多人吃到 半生熟的生食鸡干贝 撒点西班牙柠檬胡椒盐来提味 吃得到来自北海道的甜美 师傅的做的那个手艺 他的手法他非常会料理食物 不是单纯就他煎的部分 而是他本身这个处理他的新鲜度 就是说他的技术很纯熟 我们都可以吃到很鲜的东西 熊切还有这几位 诚意十足的波士顿龙虾 再一抹蜂蜜芥末酱 清爽又够味 饱满的南非鲍鱼 搭配着日本海带牙 淋上一匙海胆酱 就是完美组合 那真的是鲜甜又大颗 又活的鲍鱼下去做的料理 所以让我们觉得就是说 来到这边好像来到海滨一样 海港 鱼港一样的感觉 店内的一角 水族香海鲜现点现抓 餐厅主厨范凯成 拣选食材自有一把尺 抓龙虾主要是看它的活动力 那再来摸 壳的这两侧看它肉饱不饱满 因为有时候在我们在外面吃波士顿龙虾 很容易吃到 比较没有那么饱满的肉的 或者是高不够的 那我们其实这个肉相对都非常饱满 新鲜龙虾剖拌分解 或者少许面粉封住水分再上铁板 400度的高温下 龙虾肉急速紧缩 像我煮到海鲜的话 最起码要350到400度的温度 那瞬间把那个肉缩得紧实 然后甜度锁在里面 这样可能一口下去 哇 整个海鲜的鲜味 整个都在嘴巴里面缠绕 海鲜注重食材鲜味 范凯成挑选肉品也是学问满满 18个月大的小牛在他的铁板上 已全熟出力 我们这边的客人比较多年长的 那年长的顾客呢 他喜欢吃牛肉 可是又不敢吃太深 所以我特地去找这个小牛进来 那他本来就是未成熟的牛 那可是他的优点就是 吃到全熟肉质都很软 挥着锅铲干净利落 加点胡椒盐 甜点蜜酒香 盖锅开锅之间都是经验累积 除了铁板上的功夫娴熟 在开胃菜的处理也不马虎 松露鵝肝鱼子酱蒸蛋 试拿蛋壳当器皿 前置作业手法细腻 因为蛋有毛细孔 那你要沿着蛋的边缘 一直去找它的角度去修 那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 要自己抓住自己的角度 松露蛋液倒入蛋壳 一个步骤挨着一个步骤 料理这件事 范凯诚已经摸了超过20年 16岁从学徒做起 在顶级铁板烧餐厅服务 勤劳肯学受到赏识 25岁到了对岸 越深成为主厨 越薪十万起跳 曾经我以为我是那正风 其实我也是底下的那一根草 对 那忘记了那个舞台 其实是人家给我们的 对啊 那久而久之 当我们在一个环境 觉得说自己很厉害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一个人 去修理你一下 因为和别人合伙 做起生意 引发财务问题 亏了上千万 亏到了台湾 顶下了早餐店 东山在一起 没想到竟遇上了 瓦斯起爆意外 当年另一半黄米勋 赶到医院的那一幕 他记忆犹新 他完全没有哭也没有哀号 什么都没有 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哭 他的手还摸着 就是稍微摸着我说你不要哭 因为这边是没有被盗盗的 就这边全部都是 他就摸着我 他说你不要哭我没事 他在跟我讲 我整个就天啊 然后那时候才开始 真的掉眼泪 开胃菜就是有蒸蛋跟田螺 因为第一次来 我也会比较建议 第一次来就是没得选就这一套 历经了气爆事件 范凯成只让自己休息一个月 就重回岗位 这一路上黄敏勋始终陪在身旁 帮忙瞻前顾后 夫妻同心坚持理念 要挺过重重难关 男人一辈子最怕三件事 少年得志 中年失业 零老鹿花虫 我已经犯了第一样 少年得志在大陆的时候 那中年 人到中年 你转业跟失业都是危机 那我们不可以轻易转 既然我们选择这一行 我们就要走下去 只要一天有人觉得 我们家的东西是好吃 客人愿意走进来 我们两个就坚持 哪怕今天只有一个客人 守着铁板 抱着初心 给懂吃喜吃的人 让食材回归本质 让梦想始终温暖 一周六天新鲜上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